俄乌战争影响全球能源和粮食供应 合成肥料价格节节上升 但在美国丰蒙特州 这里的农民找到了肥料替代品 人的尿意 这位农夫神神秘秘 原来他加入了当地一个非营利研究机构的计划 用人尿取代化学肥料灌溉农地 人类尿意富含氮、磷、钾等营养素 对于植物来说是很重要的养分 这间非营利研究机构早在2012年 就着手进行尿意回收灌溉计划 另外这位农夫浩斯金斯也是计划成员之一 这群牛只嘴里吃的草 是六个星期前用尿意灌溉的 尿意回收灌溉计划推行成功 在弗蒙特这个小镇 至今有200人持续不间断定期提供他们的尿意 许多响应尿意回收计划的都是当地高领居民 开车扛来一大桶尿意已经习以为常 这个费力研究机构统计一个成年人每年排出的尿意致肥可以种出145公斤小麦 小麦在拿来做成面包等食物足够一个人吃两年 他们还有下一步计划 他们正在研发一套新的马桶管线装置 能够将尿意和粪便分开收集 期盼这套装置可以安装在每个家庭 甚至拓展到全球的大型建筑物 另一间瑞典尿意肥料公司的研究显示 人类尿意能取代全球四分之一的淡肥和磷肥 小便不需冲水还能顺便省水 目标每年收集成人尿意 干燥压成颗粒后用来种植大麦 目前包括美国 法国 南非等多国都在进行相关实验 不过眼前仍有两大挑战 除了改善马桶管路系统 加快尿意运送降低成本 还要说服民众改变习惯 收集这些一体黄金才能尿尿救地球 TUBS新闻综合报道